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是4G RAM加64G储存 64G加64G或128G储存 售价分别是2299元 2599元和2999元 现在最大的悬念是荣耀9在音质方面是否真的会跟魔音合作 据说双方还会联系推出一款定制版的专业耳机 至于荣耀92299元起的售价你会买吗 或许大家有时候会碰到手机信号不加的问题 彼时幸运肯定会埋怨运营商不给力 但再看看硬度相信大家就会很平衡了 据复华网报道当地时间6月5日 印度财政部长M2在视察工作时 准备给助理打个电话 结果手机一直找不到信号 没办法部长不得不搬来梯子 爬到树上才找到信号 然后就在梯子上打完了电话 场面有点尴尬 不过印度人民还是很乐观的 部长打完电话之后竟然响起了掌声 这一幕被网友拍下来传到网上 有印度网友留言称 这就是数字化的印度 昨天下午当考生们走出高考考场时 他们不会想到他们的竞争者 竟然还包括一台人工智能机器人 在没有网络和提库支持下 他完成了一张北京文科数学考卷 得分105分仅用了22分钟 而中国考生则需要用两个小时 完成同样的视觉 这张考试有几道题 机器人打了0分 开发者认为原因在于 这些题目包含了自然语言 比如学生 教师 这是机器人难以理解的概念 事实上人工智能最不擅长的 就是语文考试 因为语文涉及到艺术 美感 情绪 而这些是无法用衣和0来表现的 这也是去年一个日本人工智能团队 决定放弃类似高考机器人计划的原因 除了铺垫盖底的iPhone 8调论之外 苹果其实还有很多未见光的神秘产品 比如一款名叫Horizon Machine的装置 据爆料该机器可以帮助苹果执行更换和维修任务 除了官方售后 你也可以在400多家第三方维修中心见到它的身影 为了更换破损的iPhone显示屏 苹果仍然需要在这方面投入人工 不过在安置好屏幕之后 剩下的工作就可以全部交给这台地平线机器去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 该机器能够将屏幕和软件 调教到最接近初始设置与性能的程度 苹果向新闻机构主动透露其幕后环节 还是相当出人意料的 不过对于粉丝们来说 看到苹果在屏幕控上这么投入 大家都可以放快心啦 好啦今天蛋蛋就跟大家并遇到这里啦 欢迎大家微信搜索关注品康科技的微信公众号 了解最新资讯 还有更多好理等着你哦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